因為伊朗 現在跟中國大陸的進出口 大概都是各127億美元 這其實很低啦 算低 很低啦 那伊朗的人口也有8000萬 所以不應該這麼低啦 它又是人員大國對不對 對 那雙方的合作 事實上上次那個幾乎是 全方面的覆蓋 對啊 25年說4000億美元 它事實上也包括在伊朗 要設自由貿易區 也包括基建 那也有農業 所以事實上我覺得可能就是要 具體化項目 這個就是說 因為那天大概是一攬子全簽嘛 可是到底要從哪邊開始 我覺得大概就是要 具體的說出一些行動的計畫 就優先順序啦 這個就好比 中國大陸今年9月 海生威開那個東方經濟論壇 因為俄羅斯也要跟中國大陸 前一個經濟特區嘛 那那麼大 七百萬平方公里 你當然也要有優先順序嘛 有些detail的東西 要怎麼弄 我覺得有點類似啦 就是要定優先順序 是 那我覺得還有另外啦 我覺得中國大陸可能也要跟他講說 還有其他國家要加入金磚 上核組織 對 因為可能都是他的老對手 你說他的敵友 我就是沙烧地阿拉伯 沙特 對啊 這大家都知道 但亮哥你有說 因為沙特跟這個伊朗 共同加入上個組織之後 沙特也可以藉由上個組織 去獲得伊朗的一些情報嘛 就會變成一個溝通平台 對啊變成是實業跟那個 迅尼在一個平台 這個會改變阿拉伯的政治格局 那很重要 很重要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中國大陸一定要跟他講一下啦 因為伊朗已經先加入了 是 伊朗跟白亞羅斯先加入 對啊 那現在沙特阿拉伯是兩邊 他都要加入啊 對啊 包括上核跟金磚 所以我是覺得 而且今年那個海核會 對 應該會跟中國大陸簽 經貿協定嘛 OK 所以等於就是 你那邊要有進展 那伊朗這邊也要有進展 那上次因為那個副總理胡春華 特別去伊朗一趟 就去處理那個 柏灣的三小島的問題 我認為那個應該不是大問題 對 不是問題 所以主要還是要談經濟合作啦 那 我覺得 因為他畢竟還是被 美國嚴厲制裁的國家 可是如果說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 俄羅斯現在被制裁得更兇啊 對啊 那跟中國大陸去年的貿易額 就已經到了1900 1900億左右 那明年 今年一定是超過2000億的嘛 那你伊朗 你現在只有 以前 100多億 250億 進出口加起來只有250億 那實在是太低了啦 所以我覺得 應該會是著墨在這裡 但是如果中二一啊 如果真的是有一些 更大的一個合作的話 會不會對美國也有產生壓力 我覺得那個不會那麼快啦 OK 中國大陸現在坦白講是各國需要他啦 是 所以都是各國來先跟他談雙邊啦 至於跟其他國家的聯合啦 我坦白講這個金鑽要擴容 這 這創始的五國是沒有問題啦 是 可是有一些要加入的國家 彼此之間是有矛盾的 那 這個也要看這五國怎麼處理這些問題啦 不過就是說 這個你剛剛講那個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是 知道毛澤東提出這個概念 他是從這裡然後逐漸發展出那個 積極防禦的戰略 積極防禦 就是要揚長避短 爭取主動 所以有一些地方對我不利嘛 那我就不要硬槓 OK 可是我有很多領域新的 那個新的戰略要地 我可以去擴張 是 今年我事實上我一直跟你講嘛 就是金鑽擴容啦 還有中俄的關係啦 是 然後還有這個巴西總統魯拉也即將去中國吧 對 中國大陸在南美洲 還有南海行為選擇 那你這個伊朗也是新 新加入的事件 對 14號到16號 坦白講這些就夠中國大陸忙了啦 好忙喔 就是說 坦白講他要鞏固他的地盤啊 你有141個國家跟你是最大貿易夥伴 這個 毛澤東講了一句話啦 他說不要被敵之動作所迷惑 要選擇敵之薄弱部分主動兼集資 OK 事實上你去看他現在正在處理的部分 包括中東 包括東南亞 那包括這個 我們說俄羅斯啦 伊朗啦 南美洲啦 是 我認為都是對中國大陸有利的部分 沒錯 所以 中國大陸當然要鞏固他的陣地 西方國家當時為什麼他這個 美國承擇這個西方聯盟啊 他有這麼大的力量 要修理誰就修理誰 要廢掉誰 誰就被廢掉 這裡面第一個他要有軍事力量 軍事安全的這些 所謂的構成部分 他要有這一方面能夠讓參與的人覺得 我參與的話 怎麼樣 我跟你講 我在軍事跟安全上 我有一個靠山 怎樣 能夠保障我的安全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不會 不會被你這些人修理 我在裡面我就會被修理 這是一個軍事安全 這是很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要有什麼 你要有 科技 OK 科技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說 你任何國家都想求到什麼 求到好的科技 因為科技代表什麼 代表生產效率 代表什麼 軍事力量 那所以這個科技 必須要有一個高 裡面有一個領頭羊 像美國就是領頭羊 這樣歐洲本來就是科技的 老牌科技的 雖然軍事上已經變成二流了 可是他們還是要跟美國人搞在一起 那科技上 第三個我覺得還很重要 就是說 它本身 在能源資源上面 它必須要相當的富裕 這些資源包括什麼 農業資源 人生下來就要吃東西 你如果沒糧食不行 吃不飽不行 你一定要什麼 要有產糧大戶在裡面 那美國就是產糧大戶 歐洲國家事實上 你要去看歐洲這些 中歐 北歐 甚至一些 中歐 東歐 西歐 那個大平原 是讓歐洲人吃得非常飽的 它不太需要仰賴外面的糧食的 甚至連這些畜牧業 他們都可以維持得住 所以歐洲是很富裕的 那再像美國 它這個資源是非常豐富 另外一方面 歐洲 你不要說它各種礦產也不缺的 那再像美國 它這些資源就很豐富 那第三個就是說 它還要有一個很廣大的市場 本身的市場 就跟你雙引擎一樣 你只有海外市場不夠 你本身市場這樣 你不但本身市場 就可以讓你的產業充分的怎麼樣 充分就業 你還可以讓 你這些集團外的國家來寄贏的市場 還可以養貨一些其他那些小國 經濟一樣弱國 那再加上還有一個什麼 很重要的就是金融 當然這些你前面條件具備 你就有金融的 你要有幾個重大的金融市場 在這裡面 你除了你的貨幣是很強勢以外 在別人的財富要來停住 想要用財富在停住期間 可以換得合理的利息的這個 這個市場 公平競爭市場 這個很重要 所以西方那個集團 基本上我認為就建立在 這幾個這個條件之下 當時甚至在十年前 能夠有一個集團 跟西方這個集團 美國為首 西方相抗衡的不存在 不存在 那現在存不存在 漸漸存在 我們基本上講安全來講的話 俄羅斯是不是有安全的能力 那麼它的軍事力量 是不是可以提供保護 是可以的 中國有沒有這個力量 有 也有這個力量 也可以提供某一些 比較軍事相對較弱的國家 安全的保障 對 那麼也可以提供它 先端的一流的武器 讓你的防衛能力安全性提高 那你美國像譬如說 沙烏地阿拉伯 美國不賣它這些導彈 不賣它F-35 那誰可以 F-31 F-31 殲-20 對不對 俄羅斯也有先進的戰機 所以就安全的部分現在 你像這個 我們講金磚五國來講 中俄兩個大國就有這個能力了 對不對 它就可以 有人願意在那個集團裡面 被你排擠的時候 我就不要在那個外面 那個集團外面 孩子那邊 把眼巴巴想分點跟吃 不要我加入這集團 都有 另外有沒有技術 有啊 以技術來講 軍事技術俄羅斯很強 可是整個整體的工業技術來講 中國大陸現在是讓美國 備受威脅 很多最尖端的黑科技 中國大陸走在最前面 而且展望未來 以中國大陸的科技政策 現有的這些公司的 本身的研發能力來看的話 未來科技的 可能一把手是中國 那這個基本上 這個集團有沒有 有中國在裡面 你說它是不是有吸引力 另外一個就是說 能源來看的話 這個集團 這裡面本來的 比如說巴西 它是什麼 它是糧食大國啊 對不對 南非糧食也很充裕的 對 那你現在要加入這些沙特 跟這些阿根廷 阿根廷也是農業大國 這些都有很豐富的資源 可以互相互通有無的嘛 然後呢 再加上阿爾及利亞 都是天然氣 天然氣大國 石油啊 他們帶他們資源來 他們說我們大家合在一起 我們力量很大 是 該有的都有啦 另外再加上 這個 市場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現在 正在開放它的市場 那中國大陸的市場 非常的龐大 那事實上 像這些沙特這些國家 它在創造更大的市場 它在一個星塵 就是500 就是5000億美金 對 埃及 未來城 未來城 埃及把它是首都 也是創造一個 創造一個市場 那這些國家裡面 很多都有 航大的市場 尤其中國 所以呢 這裡面 再加上金融的部分 現在也變成有這個需求 本來美國金融是霸權 大家在它的霸權秩序下 還沒有感到 感覺上 要另立一個新山頭 現在有這個必要 因為美國變成強盜 銀行家變成強盜 赤裸裸的強盜 把人家存在他家裡的錢 就搶了 對 就搶了 找一個理由 又是什麼冠冕桃 就把人家錢都搶光了 人家有錢的人 還敢往他那裡送錢嗎 那希望另立三頭啊 另立三頭 大家就怎麼樣 現在人民幣 尤其俄羅斯在後面 大量的 怎麼講 大量的支持人民幣 然後呢 拋棄美元 即使沒有很快的 要把人民幣支撐起來 大家以往很快 越快的 把美元在他們的經濟裡面 扮演的角色 快速把它降低 這就夠了 所以就是說 你看這個世界格局 為什麼突然啊 這些國家啊 金磚也好 上和也好 這些啊 要加入的會員 這麼多 而且都是怎麼樣 帶槍投靠 本身有都相當的能力 對 就是說這裡面的一些 你要成為集團啊 不管你整體的 你需要的 比如有幾個面向 這些啊 安全 這些啊 技術 資源 市場 金融啊 這些條件 現在看起來 都已經慢慢成熟了 那可以跟西方那個集團 分庭抗禮 你將來這個啊 比如說 金磚 阿根廷 土耳其 阿爾及利亞 伊朗 埃及 沙特都進去 我剛剛講那個幾個元素 加起來 跟現在美國家 加上歐洲 沒差多遠 沒有差太遠啊 所以你要人家會 加入一個新集團 人家一定算過以後發覺 對 我加入這個集團 有搞頭 而且我想達到的話 這個團體可以給我 因為那個集團不會接受它 那個集團不會把 今天永遠不會把埃及 納入西方集團的核心 因為我剛剛講的 西方集團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價值 價值裡面有宗教 跟種族 對 你看看土耳其 是北約的成員 到現在 他加入歐盟 加入了沒有 零機會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這些國家 就是一些非西方國家 也知道 這個世界正在轉換中 大家都已經怎麼樣 準備好了 這個世界沒有傻瓜 這個世界每一個國家 都是把這個世界情勢 看得清清楚楚 再把自己的國家利益 算得很準 今天伊朗要加入上河 今天沙特加入上河 他們精算再精算 那個絕對不吃虧 絕對占便宜 那這個就是已經怎麼樣 情勢已經成熟了 對 形勢已經成熟了 另立一個怎麼樣 另立一個跟西方 相抗衡的一個團體 不再受西方掩射 不再受西方威脅 不再受西方欺負的 這樣子的大環境來生存 已經存在那個可能性 跟它的客觀條件 所以這些很快 我認為不管是上河 不管是金磚 你就看它 未來五年之內 會發展到什麼程度 而且它對整個世界 秩序的影響 它有多大的發言權 我們拭目以待 我們在進行政景面 下一個開設 沒法言 不再遇見 在進行政景觀 下一個開設 在進行政景觀 情況下一個開設 所以我們現在 一小明星期五 將來